《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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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我是冤析 来 这领了监婚证就是他们口子了 好来就是他们 我们有小孩脾气 听话 走 走 谢谢 真好事啊 真好带啊 老婆是真是她的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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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带啊 谢谢 好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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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带啊 好像跟她住的不一样是吧 谢谢 好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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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大家 记住一趟 你的女儿更漂亮 他们很般配 走进婚宴的殿堂 共同建立一个家庭 现在 最近张 莫国与我们的英俊 潇洒的新郎 李先生 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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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天先生 天先生 天先生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尤其是对他特别美丽 而特别特别温柔的新娘 相遇 相遇简单 相爱很难 结婚容易 所以共同组建一个家庭 却很难 对于我来说 婚姻并不是一份契约 而是一个承诺 是我把新交付给你的承诺 将来无论我们要面对什么 我所做的一切 都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 让我的妻子幸福 那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哦 看来 我们的新娘有一些 我不期待 没关系 可是 你可以等到你的新郎 把话说完了 天先生 请继续吧 我说完了 那好吧 下面 邀请我们的美丽的新娘 张张女士 刘女士 姚女士 我没什么要说的 送你一礼物吧 我们的新娘真香得很久到 不过 能不能 给所有的亲戚朋友们 看你这个小小的 可爱的礼物是什么呢 从你裤兜里调出来 就剩一瓶了 说说吧 怎么争议一个 这厂门 拿着这东西了 还不像吗 这厂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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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从我这儿找着 我们的 妖兰 这厂门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你看我的样子像开玩笑吗 咱们下去说 下去说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承认了又怎么样 瞧把你吓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过来救你啊 你婚礼前一天晚上来找我 不就是求救的意思吗 而且你喝多了 还说你想我 你爱我 你这些都忘了 闭嘴 打起来了 别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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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不结婚了 既然你那种 那你留着吧 我有洁癖 不要打了 别生 孝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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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 就让娘遗迹勾退 加上撒头腿 再加上佛山吴云角 已经把新牢都撂倒了 我给她再解释一下 这边人少是娘家 人多的是婆家 目前常文状况极为混乱 已经从单打独斗 变成了凶劲的 我跟你说 你是不是借过我们 姚姚没人 找小三 臭鬼 新婚前一天晚上 新婚镇上 可是白纸黑字盖着红串呢 你们讲不讲理啊 是吗 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咱让法院找法官去 叫你谁趁等我 这事情没闹清楚的时候 你不要在这种场合下说 对 你这是前上交流 谁是谁是谁是谁 你谁是谁是谁是谁 你谁是谁是谁是谁 你谁是谁是谁 你财婚的 让你小兔崽子出来 咱们跪在这儿说清楚 我跟你说你这么倒霉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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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你这么倒霉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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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狐狸精 你勾引我杖势是不是 你看我不臭死你呢 不是 我不臭死你 我都不知道我姓什么 不是 大伙都看不着 你不看那这老妖精 他这责行 原来我们老婆不老实于人哪 你看让他天天给勾搭的 天天出去 脸搂着抱着他 他又能够我 不是大姐你脸是鬼混 你听我一说 听你什么 他就把有力 你不是说你老婆死了吗 你怎么能骗我呢 什么 我死了 你是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骗我 别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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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有什么人 真是有什么人 我真不知道你还活着呢 我给你带一大箱面 给大家带一张 不要骗嘛 骗污污人格啊 别人生了 毫无人生了 快来 来来来 你这给我软 快去 再带你 我可哟 快去 快去 再带你 crash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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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送到这里 知识记者陆小佩总 先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晚安 快快 非得让我在婚礼上出丑是吧 这样你才开心是吧 你昨天晚上干吗来找我 我不是去找你 我是去找死 昨晚让我被人惯多了 想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 我找你 我就想在结婚之前跟你做个了断 你不是想做了断 你是在犹豫 因为你心里有我 有你 可你心里有我吗 这么多年 你除了把我当作备胎 咱俩之间还有什么其他关系吗 我好不容易决定离开你 你却到这儿来回我 我不是在回你 我是在帮你 你要是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不论跟谁结婚 你都不会幸福的 你把我的婚礼毁了 我就会幸福是吗 我就想找人他的实施过日子 我不想再当备胎了 原来这狗男女 也是有故事的人啊 是 我要是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的 陆教授 爱情是没有对错 可爱情的底线究竟在哪儿呢 我 我 我就是那个你不想要的东西 不是像是这样的 但是是什么 我这个地方 我把你当时的道理 谢谢你 我看你这么多 你这么长时间 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您别憋着了 哭出来吧 把心里所有不开心事 您发泄出来好不好 得嘞 从来都没看见过您哭 总之呢这件事 您不能自己这么憋在心里边 憋出病来怎么办呢 您还只能王八蛋过来 给您跪地忏悔啊 行了行了 那么多话啊 有完没完啊 自当我买了一烂了心 是西红柿 愿我自己眼镯 不赶紧扔了 还留养区啊 至少你们这份子才能来到 这热闹瞧的 比看狗血电视剧来劲多了吧 不是 您这话说哪儿能啊 我早就说了 相亲网站上认识的不靠谱 我妈非不停 真有好的 谁上网找对象啊 自欺欺人 对 我也上网找对象 我也自欺欺人 行了 热闹也看够了 赶紧走吧 跟同事说我没事 都撤了 那您死一点能行吗 真能行吗 不要我在这儿陪你 你也一步三回头的 又不如给我出病 赶紧走 观众朋友们 多么坚强的新娘啊 最为资深情感专家的我 也是罪了 你谁啊 拍什么拍 你有病啊你 滚 谁是你妈 别闹套近乎 真是我的错 我知道 我求您您能原谅我吗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管个屁用 你跟那米的什么关系啊 你们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哎呦妈 我对天发誓我 我什么妈都没干 我跟您交底啊 我我我们是是之前的朋友 短短矩矩矩矩好了几年 这不我马上要结婚了吗 我说我找他 我把事都说清楚 谁想到他 他来这么一出呢 听这意思 您是旧情难忘 没有 真没有 就是要做个了断 真的 这人 只要是一结婚 你就得一心一意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对对对 我还要告诉你 我闺你 可不是推而求其次的人选 不是 绝对不是 我求求您了 您这回一定得帮我 您 您不能看着我们刚结婚 就离婚了 看您这样还是不信呢 这么着 我把他人给您瞪来 您亲自审的 那这样吧 一会儿看我眼色形势 我让你干什么干什么 行 您来吧 我让你让我们开瓶 我让你来 我让你避免 你去哪 不要 好 你来吧 你们哎呀 你要去哪 你这儿呢 哎呀 把你吃的 我就酷死了 这打得你干什么 血都掉了 这活得多就是你想这样 不可你就看这够粗啊 你要不许当摄影师 真白瞎了 微妆 真不能当摄影师 要当就当导演 对 还能成功的年 那导演叫斯皮尔什么来着 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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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为了伯格啊 干一杯 干一杯 哎 你说就我这东西 我要给他冲刺